观众朋友们 中共的修宪建议 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 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 要学毛泽东实行终身制 有人认为习近平 要学袁世凯恢复地质 国家主席职务 在外交上是国家元首 国家的象征 习近平如称为终身元首 必将深刻影响 未来的中美关系 和全球走向 下面我们有请 哥伦比亚大学克助教授 中国政治哲学家张博树先生 为我们进行分析 张教授好 张教授好 张教授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习近平这次修宪的目的 您认为是什么 习近平修宪这个事情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注意到网上不少朋友 特别是自由知识界的朋友 表达了愤慨 认为这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我个人的话呢 我个人的话呢 我完全赞讨 的确是一个开历史倒车 那是一个必须予以谴责的 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至于说 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要以中国中央的名义 向全国人大 这个常乐队提出所谓修宪建议 核心的话 其实是把这个原来的1982年宪法当中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 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取消了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取消 我们先就这个问题做一点分析 正像刚才张教授你谈到的 国家主席这个 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呢 本来在现行中国宪法里面 是一个虚指 或者叫虚军 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性的权利 但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五年 已经深刻的改变了这一点 因为这五年的话呢 恰好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或者用我们的语言的话 叫做红色帝国正在强势崛起 那么这个崛起过程当中的话 习近平作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或者说国家元首 频繁出现在各种外交杂合 前些日的话呢 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组节目 电视正论片 不知道张经你看没看 这个大国外交 六级正论片 我是基本上看了 前天的四五集我都看了 很明显 与其说这个片子是在讲中国的大国外交 不如说是在讲习近平的个人外交 整个片子通篇至伟 只谈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其他的像李克强啊 还有其他的中共领导人 在片子里边 从来没有出现 至少我看了这几集 所以显然的话呢 这个从党媒宣传来讲 是把习近平作为中国外交的 这个不仅就是第一号人物 而且是个领航的舵手 从这个意义上一直在塑造 但是习近平外交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他以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 有些个外交场合是不好用的 他不是党籍关系 更多的是国家关系 所以我这么想的话 这次这个习之所以要 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来提出修宪 把这个两届任期的国家主席废掉 实际上是为他自己 在这个往后 那这个也就是2023年以后 继续担任中国国家元首 以便于继续在国际舞台上边 这个充当现在 他目前正在充当的角色 来这个扑平到了 我想的话大概这也是这次 这个党国要这样做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吧 我刚才说过了 对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都要进行谴责 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政治的巨大倒退 以后我们还要专门分析这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来分析 说这个党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安排 这么急不可待的 这个明目张胆的提出这样的修宪建议 似乎的话呢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是出于转移动现实的需要 咱们再多说两句的话呢 这个这次十九大 显然这个习近平没有安排接班人 这个原来咱们两个节目也分析过 但是毕竟的话呢 这是这个党的位置上 是吧 总书记的位置上 尽管邓小平那个时代已经确定了 是吧 党的领导一般干两届 你就换人 这成为某种不成文的规矩 那么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也都遵守这个规矩 现在习近平要打破这个规矩 但是呢 党章是并没有明文现实 说党的总书记不能超过两届 所以他也就不存在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去修改宪法的问题 但是国家主席不一样 国家主席的话在现行的宪法当中 也就是1982年 当时通过的那个宪法 那是有明确规定的 国家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的话呢 最多不能超过两届 那显然跟现在 党国中兴红色帝国崛起 习近平要充当一个全球领航人的这么个角色 那站在党国立场上 这是相矛盾 那总不能自己给自己捆出手脚 所以修宪 要把这个想法修掉 要改掉 国家主席的话 那个限制制约要修掉 为习总下边继续 这个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然后再继续在世界上 发挥这个作用 继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实现伟大的什么中国复兴的中国梦 为这个创办条件 显然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 这个这次所谓中国中央的修宪建议的话 它背后体现的 我想它应该是这样一个意图 你说这个东西 如果说它是可理解的 站在党国角度是可理解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 当然如果站在这个自由主义角度 站在中国政治进步的角度 站在中国走进世界文明 告别专制这个意思来看 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 张教授刚才你已经谈到了 您认为这一次习近平修改宪法 取消主席任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倒退 但也有网友朋友评论说 你看党的主席没有任期 国家军委主席在宪法中也没有任期 这一次把主席任期也取消 这个匹配起来 其次呢 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能力 他多干几届 也可以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 避免权力交接时 发生一些心风邪雨的问题 您为什么会认为是巨大的倒退呢 很好的问题 我们就这个问题可以再做一点 学理上的分析 为什么说它是个巨大的历史倒退 其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大家知道的话呢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这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中共主持通过的第四部宪法 第一部宪法的话是1954年 当时那部宪法的话呢 这个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 是没有任期限制这一说 只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任期四年 没有说你最多干几届 干逗伤时间 没有这个限制 而且当时的那个宪法的话呢 对中国国家主席处于了更多的 应该说是实取 并且说它明确规定 说中国国家主席同时兼任中国国家的这个军事委员会 其次的话呢 中国的国家主席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最高国务会里面它的出席人员当然包括了国家副主席 包括了国务院总理 包括了其他的重要的这个这个这个国务院的人员 那么这样一个五四年宪法 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 显然是为毛泽东量身定做的 因为毛当时是这个这个五四年吧 第一次这个这个当选这个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那之前的话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所以这样一个这样的安排的话呢 显然是为了毛当时的需要来确定的 当然五四年宪法本身也是在毛的亲自主席下这个起草 后来的话呢 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刚刚结束的时候 中国又先后通过两次两部宪法 那都是不设国家主席 因为毛泽东的话 八二七十年代初因为林彪的事情 说他是主帮不设国家主席 所以第二次七五年的宪法 和后来七八年的宪法 那当时都讲说了中国不设国家主席 直到1982年 现行宪法 这部宪法本来是深刻记取文革教训 那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如果他没有一个县期上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任期上的限制的话 实行这种所谓这个终身制 一干到死 那从整个这个各国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的历史来看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最终的话呢 都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中国本身就是如此 毛泽东是一直干到1976年 在任上死掉的 斯大林也是在任上死掉的 这个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那北朝鲜当然他甚至搞了实习 那从这些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都证明说这个一个当权者 他自己在任期上没有任何限制 最后的话呢 势必在他干不动 他最后死掉的时候 会给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接班 带来麻烦 甚至带来危机 许许多多的国家历史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本身当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邓小平这一代人的话呢 所谓第二代公共文革人 他们正是因为看到了 这个为了记取文革的教训 所以在1982年的这个宪法当中 才明确规定了 这个国家主席的人际限制 那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一段历史的话 我们说现在习近平要取消这个宪法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 就好提前 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主观动情 不管说今天党国他有多少的这个这个 他的从他那个角度的现实需要 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 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明的眼镜来看 那对这个国家主席实行任期制的宪法 这本来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他改革开放年代以来 所取得的仅有的一点 因为邓小平的话呢 这个郑州很多网友知道 他在政治改革方面 其实他是一直是果不不前的 经济改革当然他还算是勇敢 他也做了不少事 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话 他一向是强调要给自己设限 不能搬用西方的所谓三权分立 政治改革不能动摇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邓小平的底线 但是的话呢 邓小平同时也看到了 像文化大革命那种 这个党的领导一直干到死 一直干到终身 这个会是这个国家 也给这个党带了去他的栽培 所以才做出了这么一点点进步 就是说在宪法里面明确规定了 国家主席要要人气先去 当然党内的话呢 后来他也搞了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 实际上是不成文的两截人气的先去 可以说就是邓小平时代 唯一的算是 中共搞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政治秘产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这个习近平要盯住这些秘产 所以即便是站在共产党自身的 这个意义上来看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套退 如果从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和进步这个角度来讲 这当然也是整个中华文明 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的套退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才要站出来说话 我们才要潜在这个现象 特别是建于国内 我们很多这个 这个有同样想法的朋友 大概也不方便直接来讲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在海外的话 就更有意味 也更有责任 把这个话公开讲出来 不管人家听还是不听 我看到最近这个国内 有一位朋友 在微信看到了 他就讲说 我相信你们最后还是要通过的 你们最后肯定还是要搞的 但是我这个话我还要讲 因为我是中华人民 我要活得像一个人 我要保持我起码的尊严 那这个话我就必须讲出来 这个话的话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我很受感动 我相信这也是 我们俩现在的共同的 这个一种心声 也是一种共同的一种感受 张教授 习近平上台以来 我们发现他的思想 与毛泽东非常相似 与邓小平好像越来越远 前不久 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 曾经有个演讲 整理成文字稿 叫保卫改革开放 保卫1978 您认为习近平是否要否定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这个话看怎么讲了 需要分析 我觉得的话 我们有些个朋友之所以对习近平提出批评 认为他是在否定1978年的改革开放 否定邓小平的一些遗产 某种意义是这样子 就像刚才他们已经分析过 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这个问题上 这本来是邓小平的一个正面遗产 现在习近平要否定的 那当然在这个 你说他是在否定 七八年以来就改革开放的某些个正面成果 这个毫无疑问 毫无问题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些朋友的话 大概是从这个 习似乎是要回到文革 似乎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 说他在和邓小平渐行渐远 那说他是在这个否定改革开放 这个话的话呢 我需要分析 我同意的话呢 这个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习的很多做法 现在的确有 这个像毛泽东这个年代回归的这种 这种倾向 而且有些地方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 习本人也在许多地方在刻意的模仿 但是你说习完全回到文革 这个我也不参照 事实上他也做不到 比如说文革的话呢 这个毛泽东是通过动员老百姓 来造所谓走私派的 或者用我们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术性的 这个术语 这叫做一个动员型的极权主义 这是咱们俩原来做进步讨论过的 那现在显然习近平不可能 他也做不到 你看他今天的反腐打老虎 他并不是真的说说这个动员民间社会 大家共同来怎么样 不是呢 他还是靠他的这个反腐器官 靠他的纪律检查机会 他没有毛当年那个魄力说 我要这个这个自下而上 动员这个老百姓来起来造所自派 这他绝对做不到 这算一点吧 其次呢 文革期间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对市场经济是完全不定的 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年代 虽然邓行这个习近平的某些做法 在经济领域里面 比如说他主张这个做大国企 那所谓要做大做强 那现在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国进民退的局面 中国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处境艰难 这都是事实 但是这不意味着说 中国将完全回到文革那个计划 完全否定是成经济 这在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 某种意义上恰好相反 习近平的话呢 现在要做的是要把毛泽东那个年代 这个他认为好的东西 他要他要继续 他要把邓小平那个年代 他认为对他有用的工程 他也要继续 所以市场经济这块的话 他不会完全否定 更何况中国今天已经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那中国作为一个红色帝国的这个崛起 他现在口头上讲得很好 他说我要搞全球化 对吧 我要主张自由贸易 在这方面我要这个重新制定更好的世界归子 而这些世界规则的话呢 市场规则不可能否定市场经济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话呢 你说这个习正在完全告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似乎这个不是这样子 甚至我们可以说呢 在根本的精髓上面 我认为习近平反倒是在继承邓小平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 什么最根本的东西呢 邓是要借助于改革开放来维护来巩固党国的江山 巩固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 这一点在习在这个邓小平那个时代就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呢 虽然中国搞改革开放 但是共产党的位置是不重要的 共产党的领导地本是不如动调的 改革开放只是在经济上面 是吧 这个有助于国际民生 有助于这个中国的经济能够比较快的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适当的要搞一些改革 我们要承认是长期的 把同事外表开放 我们引进外国的技术 引进外国的管理 这是邓小平那个年代说的 那今天呢 习近平在这些个意义上 他在继续邓当年的那些说话 而且我之所以说 他在精髓上 他实际上是继承了邓 就是因为在这两条上 他一点没有变 所有改革开放所采取的举色 最终目的是为了 这个巩固强化共产党的区分体 强化共产党的区分体 所以那你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你说这个习是在背离邓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就不准确了 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习现在是把毛时代和邓时代 凡是有助于这个中共执政地位 巩固的那些东西 他把它全继承下来 凡是不利于这个东西的东西 那他就要把它摁掉 他把它封下 他把它抖住 这么讲可能反倒是更远确的 张教授我们现在把目光放在国际上 因为您最近一直在发表文章和有一些节目 都在谈心冷战的问题 我也看过一些 那么目前中共在国际上选得非常的强势 但是西方呢 你像美国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在它的国家战略中 把中国也作为它的竞争对手 甚至就是说 头号敌人 那么您看这种两种的对立 是否意味着一种新冷战在国际上已经形成呢 您这个问题的话是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宽广的领域 我最近确实在做一些节目也在做一些思考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新冷战的概念 这个在一些的节目里面我曾经谈到 这个新冷战的话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格局的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工具 就是我们怎么看当今的世界 虽然党国现在用的官方词语是说 这个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中国这个和美国之间要建立新型党国关系 中美中国的话甚至一直在批判 所谓美国有冷战思维 比如说最近您提到的美国政府的一些文件 现在重新把中国和俄国确定为主要的战略对手 那中国外交部的话就发表声明了 说不对 说你美国人的话你这是冷战思维 你仍然把我这个中国视为敌人 我早就不把你视成敌人的意思是 而且这个习的话在很多场合也在讲 说中国要建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都是当今中国的很差别的外交字 但是这都是表面文章 这都是表面现象 我们要真要说的话从根上从总体上 从本质上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 和制定这些外交政策背后的那个根本的动营 那么我相信的话 这个今天中南海的这个根本动营仍然是和美国 要一决辞去 他仍然是把美国试成自己的这个幸福大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今天的政权性质 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性质 这个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和总统 中国是个一党专专的国家 那当然在西方眼里的话你就是个 你就是一个这个独裁国家 你是一个非民国家 这一点的话呢西方当然他从来也不委言 从来也不慧言 从这个党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既然说你把我视成另类 他就认为这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他这个心里总是存在 过去的话呢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够强盛 所以这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我为了防备他更多的采用的是一种 这个防堵的办法 我不让你进来 现在因为中国鼓励强盛 那中国的话呢基于这种和西方的意识形态 和政权性质社会制度制度这个不同的 这样一种情况 中国现在的话呢似乎正在更多的采取一种 积极的主动的姿态 来一方面应对西方对自己的压力 另一方面甚至反过来要给西方造成压力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红色帝国正在崛起 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这个中国战争中基于政权性质和西方的冲突 是带有某种新冷战的特点的 这个冷战的话和传统冷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 最根本的类似就在于 如果我们说传统冷战 它是基于东西方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这种矛盾 这是按照这个东方阵营的说法 当然按照西方阵营的说法就是这个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奥特 自由和这个非自由之间的奥特 这是传统冷战 也就是上个世纪 这个40年代后期到1991年 苏联解体 这个期间是传统冷战的特点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种新冷战的局面 它的特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红色帝国 它的掌权者仍然是秉持一种专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 它所实行的这种国内政策 仍然是带有压制性的一种垄断性的国内政策 而这种政策它所体现的价值原则 和它的底线制度的那种原则 这个和现代民主理念是这么出处的 但是 中国在经济上现在和西方又已经融成一体 又有着千丝万点的联系 所以新冷战的话 双方的这种博弈 它有很多地方它就不同于传统冷战的国内 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到 这一件事我刚才说 这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告别中国的改革开放 完全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到底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它和世界之间已经是这样一种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而且作为红色帝国的决戚 它也需要借助于这种关系 它正是借助这个关系的话 它甚至可以分化欧米 所以这是新冷战的特点 它和传统冷战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同 但是根本的一条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新冷战 它仍然带有冷战的兴趣 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政权性质之间的冲突 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 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民主世界 和中国现在它所现成的这样一种专制体制之间的这种 这种矛盾决定了新冷战 它仍然是一种冷战性质的对抗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了 我们很多的大家还可以再观察 我本人也在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新冷战这个提法的话 实际上和近年以来 我们的另外一个提法 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 就是新极权的提法 我们说习近平的话呢 1918大以来 他实际上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极权主义时代 这是原来我们专门分析过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说的话 说红色帝国的崛起 在世界上又造成了某种新冷战的事件 那这个新极权和新冷战 本身也是一种在逻辑上有着深刻联系的这两个概念 新极权当然首先是中国国内的国内政治 习近平的新极权提前很多和毛泽东内的年代的极权主义不同的特点 比方说他现在更多的是诉读这个国家主义 诉读所谓中华盟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而不是像毛泽东那个年代讲这个共产革命的逻辑 讲要搞世界革命 今天至少习近平口头上不在想 他把原来的共产革命的逻辑的话呢 是已经置换为了民族复兴的逻辑 但是他对国内的不同意见的压制 这个强调这个党的意愿化领导 强调对个人的效忠 这些方面和毛泽东年代也有很多相似的 所以今天中国国内政治的新极权主义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认真对待 这么一个现象 那刚才我说的话呢 在红色帝国崛起当中的 所谓新冷战的局面形成 这是一个从国际角度来看的 就是由于这个中国红色帝国的崛起 它对世界所构成的某种新的挑战 我们把这两个概念 一个新极权一个新冷战 把它连在一起 我们就发现的话 它正好是把今天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 它的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 所以这两个概念我觉得 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揭示 习近平掌权以来 这个中共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 无论对中国人民也好 还是对世界也好 都不是好事 那既然这个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新极权和新冷战 它本身有这种深刻一种内在的 一种逻辑上的联系 它从两个不同的侧面 揭示出当今 中共的这样一个红色帝国 崛起的它的态度和它所拥有的那种本质 我们就可以发现的话 这一次中共中央提出修宪 要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 当然是为习近平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发挥他的那个角色 发挥他的那个作用 要扑平道他 这就意味着的话 习近平 在以后 不但他将作为中共党总书记 继续在中国内政上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意味着 习近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 在未来的五年 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 继续在国际上 充当他所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领航者 而这一点的话 根据我们新冷战这样一个概念的分析 它实际上意味着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那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对抗 价值观意义上的对抗 人大如果取消了任期制 和新的全球丛林时代正在到来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张博树教授